追蹤昨天發生在桃園大園 這一期死亡車禍 這位二十三歲女騎士遭撞身亡 而讓人更敢不聲唏噓的是 這位女騎士 她的爸爸在去年同樣 您看到也是因為車禍離世 當時她的父親原本任職保全 在騎車上班途中 被天虹科技羅姓副總違規遭撞 鬧上新聞版面沸沸揚揚 而如今您看這相隔四百九十五天 女兒跟父親同樣因為車禍於民 路邊海一流有燃燒之前過後的痕跡 以及事故發生後的車輛零件碎片 25號傍晚一起死亡車禍 帶走女騎士青春生命 執行的可能開太快了 可能就是說她方向燈太晚打了 就左轉的車子也太突然了 好巧不巧女騎士的父親 同樣也是因為車禍身亡 2022年5月18號傍晚的一起死亡車禍 白色休旅車違規跨越雙黃線左轉 直接穿越車陣撞上執行機車騎士 傷重不治 而這名遭撞身亡的機車騎士 就是桃園死亡車禍被撞身亡 女騎士的父親 因為肇事者是科技大廠的副總 爆出官說疑云而登上新聞版面 當時女騎士的父親上班途中 經過新竹新埔鎮包中路 被修旅車撞死 相隔495天後 因為雙親離異 跟著母親生活的獨生女兒 同樣也是被違規左轉車 撞上身亡 冥冥之中的巧合 恐怕讓女騎士的母親難以承受 接著王小華 桃園報道